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核级的这样一个县程或者内核支持的县程 那么还有一种是用户级的县程 那我在讲这两个县程之前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对于进程的这样一些操作 我们说对于进程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什么 创建 删除 撤销 唤醒 阻塞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操作 那我们说这一系列的操作我们都是由操作系统来支持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对进程进行操作的时候 都是由操作系统内核来支持的 那么这个内核支持的这个县程就类似于我们的县程 那么它也是一样是由内核支持的 而且是在内核空间来执行对于县程的创建 调度和管理 包括切换等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说当我们实现的是一个内核级的县程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时候这个县程才真正的是 作为CPU调度的一个基本单位 那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我们后面讲到这个用户级的县程 它并不是CPU调度的基本单位 那么有一些系统中支持是内核级的县程 那我们说内核级县程它是依赖于OS的 也就是依赖于操作系统的 那么它由内核来进行创建 撤销 删除等等这样一些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内核它会去维护县程的上下文信息 然后县程的切换也是由内核完成的 那么在这个内核级的县程实现的过程中 如果一个县程发起了系统调用而阻塞 那么我们还可以去调度其他的内核级县程 也就是说它不会去影响其他内核级县程的这样一个运行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说 当我们以时间片这种分配方式分配 时间片给县程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分配给县程的 也就是说多县程的进程 它会获得更多的CPU的时间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我现在的时间片是100 是100毫秒 假如说我是100毫秒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要给这个县程来分时间片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县程是作为调度的基本单位了 所以每一个县程都会获得100个毫秒 如果说我有一个进程里面有4个县程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4个县程会获得多少 400毫秒的时间 这是我们说意义 县程为单位来分配时间片 获得400毫秒的时间 那么用户级的县程呢 它是由用户的县程库 来进行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县程 那么这个时候对县程的所有的操作 是由县程库来支持的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内核的支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 用户级的县程它不是CPU调度的基本单位 那么这个时候 人就是以进程为单位 作为CPU调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位 那因此我们来看 用户级的县程 它不依赖于OS 那么由用户级的县程库来提供 对县程的这样一些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也不需要我们来进行 用户台和核心台之间的切换 所以对于用户级级县程来说 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这样一来我们来看 用户级级县程的维护和这个操作 是由应用进程来完成的 也就是在用户空间去完成的 那么我们说内核不需要了解 用户级县程的存在 而且切换也不需要切换到内核台 在内核空间去做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感知用户级县程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 是以进程为单位 因为操作系统就不知道 用户级级县程的存在 它就不会去调度它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说用户级线程 它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内核是单线程的 那么当我们一个用户级的线程 发起系统调用阻塞的时候 那么整个进程都会阻塞 哪怕你这个进程里面 其他的线程还可以去运行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是以进程为单位来做调度的 所以整个进程是会被阻塞的 那同样的 这时候我们分时间片的时候 是分配给进程的 那么多个线程 那么每个线程就慢 什么意思 我们还是以刚才的 我们如果是100毫秒的时间片 那么它是把这100毫秒分配给进程的 那么进程得到这100个毫秒以后 它再去分配给它自己的线程 我们还是以四个线程为例 那么这个时候 每一个线程获得多长时间呢 每个线程只获得25毫秒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说的用户级线程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来比较一下用户级线程 和内核级线程的这样一些区别 第一个我们从这个调度方式上来看 那我们说内核级的线程 它的这个调度和管理跟进程是一样的 都是由主操作系统来支持的 或者由内核来支持的 操作系统是感知的 而对于用户级线程来说 它的调度是在用户空间 用线程库来完成的 不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 操作系统也不感知用户级线程 那么第二个 我们从它的调度单位上来看 我们说用户级线程 它的调度还是以进程为单位来进行的 那么在采用时间片轮转 或者分时间片的时候 那么每个进程分配相同的时间片 那么然后再把这个时间片 再分配里面的线程 而对于内核级的线程 它是以线程为单位 来进行时间片的这样一个分配的 好 我们今天这一讲就到这儿 感谢观看